1921年,普拉巴特·兰詹·萨卡出生在印度的东北部, 并于1990年去世,享年69岁。 他的一生中都在用自己的生活以及事业去为社会做出了许多非凡的贡献。 萨卡从小就因为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和智慧受到人们的敬仰, 不仅如此,他还对多种语言和词员学表现出了特殊的能力, 这让他在后来成功地编写以及出版了几本关于语言学和语言的书籍, 并且还编写了第一本《蒙加兰语》版本的百科全书。 他曾在大学里修读新文学,但在父亲去世后,为了养家糊口, 他便离开了学校去到印度东部铁路的会计部门里工作, 一直到1955年,他创立了社会灵性运动组织阿南达·马加。 这项灵性运动现如今已经在130多个国家中设有分支机构, 这项运动完全占据了他接下来的35年时间。 他一生中还创作了400多本包括关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文学和持续性以及灵性等方面的书籍, 还有一本收录了5000多首神秘诗歌的合集。 他的书籍已经被翻译成世界上许多种的语言了。 萨卡导师推广了几种新的思潮,包括Proud,进步应用论,是一种社会合作经济体系。 另外,还有新人文主义,也就是所有生物都属于一个值得平等考虑和受尊重的宇宙大家庭。 并且为了我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宇宙, 他非常看重如何去发展深度同理心以及和谐的管理方法。 这也为日后新的教育运动奠定了基础。 他提出的观点为生物心理学以及微生命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也就是研究心灵与身体中的化学和能量交互作用之间的关系。 他还提出了微生源的科学观念, 研究生命是如何与化学相互产生作用的。 他认为,一个公正和理性的社会才会拥有乐观的未来, 才能摆脱那些挑起人与人之间隔阂的教条和主义。 1987年,他说, 我们已经跨越了一个新时代的门槛, 现在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生活在这个新的时代里。 他现代化了瑜伽和冥想的教学, 并监督了成千上万的教师进行教学培训。 他鼓励每个人进行直接的社会服务。 如今, 阿南达玛加组织在全球经营着3000多所学校, 并提供灾难救援和进行长期可持续性发展项目。 他鼓励不同种姓和跨种族之间的婚姻, 并拒绝承认种姓制度给他所带来的地位和特权。 这让他获得了进步主义者的赞扬, 却同时也遭到了教条主义者的谴责。 所有了解萨卡导师的人都会被他深切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乐观主义所鼓舞。 他呼吁善良的人们要团结起来, 一起打破教条的束缚, 去创造一个以爱与合作为基础的新人类社会, 并敦促人们一起超越物质主义的限制, 朝着共同的精神目标去前进。 My Lord exists and my search for his glamour, my search for his grandeur is never-ending. I am moving on to him and moving along a never-ending path. This search for the great by the little is called mysticism. of t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